大家安 我是你們的防衛戰速通主播小高 那關於如何把伯尼斯玩得出神入化 我這裡有一套手法 不敢說有多厲害 就是還有一點強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雙管齊下 直導黃樓 學起來不但簡單 還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彎道超車 好 那麼關於如何短時間之內 打出最高的傷害 我這裡有一整套的手法 不過在這之前 我還是要先特別介紹 兩個非常實用的小連招 是其他市面上攻略沒有的 好的你現在來跟我操作一下 首先第一招就是短按E技能之後 長按E技能 那這一招的用處 主要是用來回復藍點的 待會實戰中會經常用到 好 那第二招比較特別 第二招的話是連續點按E技能 接上切或下切 操作方式就是點按點按空白鍵 懂吧 或者是點按點按加C 那這招的用處是什麼呢 是最快速度上灼傷的效果 那還不清楚灼傷的朋友們 先去上右右班 這裡已經是成人班了 主播時不時還會都開一點車 灼傷呢就是可以理解完 一旦你掛上了灼傷以後 博尼斯就可以切到後台進行協同輸出了 OK 你融會關通這兩招以後啊 我們就可以去到防衛站去打怪啦 不過又在這之前呢 還是老樣子 小小主播混口飯吃啊 小高呢 專業推薦 LDSHOP 見面美觀操作直覺擁有最低價格 超高優惠的正規儲值平台 那至於操作到底有多直覺呢 我們直接點進官網啊 選擇你想要儲值的內容 右側有個儲值帳戶 選擇儲值服務和UID之後呢 我們就按立即儲值 那確認訂單無誤之後啊 就點立即支付 那若是你本來就已經有點數了 那就會自動扣除點數 那最後呢 就會進到訂單詳情 那到這裡啊 就完成支付了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簡單 你現在呢 就可以查看訂單詳情 查看出貨的狀態 OK以上就是儲值的流程了 你看我們實際進到遊戲啊 就收到剛剛購買的商品囉 因此啊 推薦大家LDSHOP正規儲值平台 哦對了 點擊說明欄的連結進行儲值啊 還可以獲得更多的優惠哦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們 那我們馬上來介紹 柏尼斯最實用的第一招 也就是控制藍點 要玩好柏尼斯 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藍點 柏尼斯在掛上灼傷 並且到後台以後啊 隊友在前台輸出時 柏尼斯就會進行協同攻擊 同時消耗藍點 而一旦藍點消耗殆盡啊 灼傷的效果就會被移除 這個移除啊 會讓你的傷害啊 掉的非常多 非常的虧 所以我們一定要時時刻刻保證啊 藍點一直處於充足的狀態之下 好首先我們事情要先清楚啊 攜帶專武的柏尼斯 能量回復為每秒2.16 而如果是6號位帶能量回復 且不攜帶專武的情況之下 我們每秒的能量回復是2.49 所以在這裡要提醒一下 沒有專武的柏尼斯啊 6號位一定要帶能量回復的光碟 因為小高啊 凹了好幾次的防衛戰啊 確實是有能量不足的焦慮 而接下來很重要 即使是你帶了能量回復啊 也千萬千萬不要在實戰中啊 打出長按普攻 長按普攻的用處是 你在一般節主線任務 就像現在沒有能量的時候呢 我們為了要掛藍點 而不得已使出的手段 而如果你像現在 在勢與防衛戰 本身就有能量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不要去打長按普攻 因為長按普攻呢 它會消耗25點燃點 換來的只有給怪物上灼傷的效果 實在是虧了一個大的 所以要上灼傷的話呢 我更推薦剛剛所教的 連續點按E技能 因為戰場的時間短 且從回復藍點的效率 以及對怪物造成的火屬性 異常累積的效率 皆與長按E技能一樣 那這裡呢可以驗證一下 左圖是我連續點放 4次E技能後 所恢復的藍點 以及對怪物累積的火屬性 異常積蓄槽 而右圖呢 是我點放E技能 長按E技能 並且按滿雙噴之後 所恢復的藍點 以及呢 對怪物累積的火屬性 異常積蓄槽 因此啊 得出兩個方法 其實效率呢 是差不多的 好 最後最後 我們了解了所有機制之後啊 我們終於能夠結合實戰了 比如你看我這一波 小高的理解是呢 在絲痕期前 我們要保持一定的藍點 同時又要節省能量 所以呢 我們盡量不要按滿雙噴 我們可以一一秒切 或者一一 長按一下下 不要按滿 總之呢 就是做到盡量的節省能量 同時又不讓藍點消失 那為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怪物 即將進入絲痕期時 柏尼絲可以切上場 補足失痕期間所需消耗的藍點 如此一來 就可以在失痕期間 打出最高的DPS 好 我們第二招呢 就是招架支援 如果想要打得更快啊 就要更加頻繁的使用招架支援 至少目前我實測下來啊 聚變節點是這個樣子 但是柏尼絲本身啊 並不適合招架支援 原因是因為 柏尼絲的失痕倍率不高 除非當柏尼絲的藍點啊 即將消耗殆盡時 我們是可以透過招架支援上場 接一技能 此時呢 會直接雙噴 當然我自己更常用的是 直接在場上切人 透過連續的一一技能啊 打出雙噴回復藍點 而最好最好的招架支援情況之下呢 就是切出隊伍裡 失痕倍率最高的角色 像是凱撒 招架支援的同時 還可以獲得額外的宣想值 也就是大招的能量 你們看我和爸爸借的零加一凱撒 在招架支援後啊 從本來的失痕之9 打完雙1之後呢 怪物的失痕條 來到了46 而小高自己的零加零凱撒 招架支援後 從本來的7 再打完雙1之後啊 怪物的失痕條 來到了35 因此呢 頻繁切換角色 上場招架支援啊 可以讓怪物更快的進入失痕期 而失痕意味著什麼呢 失痕期就意味著怪物的死期啊 就要到了 至於為什麼呢 我們第三招來介紹 第三招呢 就是控制異常積蓄草 要如何在短時間之內 打出最高的輸出啊 那麼就必須要控制異常積蓄草 為的就是要在敵人失痕的期間 給出最大的傷害 那我以剪來舉例啊 因為現在幾乎人手都有一隻剪 但即使不是剪的話呢 也能夠觸類旁通 重要的就是在剪的連西技出場時呢 可以累積約半條的物理異常積蓄草 所以我們具體的做法就是呢 我們要將怪物的物理積蓄草 打到至少一半 卻又不觸發強擊 接著呢 再切伯尼斯 將藍點補足 而後呢 我們可以用凱撒 或者伯尼斯的一技能 將怪物啊 打入失痕 而後 剪連西上場時 就可以打出第一次強擊 那注意啊 這個強擊傷害啊 是有算到失衡期間 至少呢 150%傷害的加成 而後 第二位連西上場呢 就是伯尼斯 之後呢 我們就取消第三位連西上場 直接切換剪 上場呢 打出第二次強擊 打完強擊之後呢 秒接大招 打出第三次強擊 那這是爸爸的賬號 50秒就打完建設 防衛戰的上班 並且呢 是沒有物理 和火弱點的環境 好 關於技能的養成心得啊 眾上所述 我們可以發現啊 實戰中呢 我們幾乎只會用到 強化特殊技能 以及招架支援 尤其強化特殊技啊 還能用來打失衡 因此呢 強化特殊技啊 是一定要點滿的 那招架支援呢 可以擺在第二順位 普攻呢 以及閃避啊 擺在第三順位 跟推薦的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實戰下來啊 確實是如此啊 你可以參考參考 那最後是專武和影化的推薦啊 專武的差距不大 屬於有愛再抽 主要的回能機制啊 其實可以透過六號位的光碟 來替代 那剩下的就是 純傷害數值的提升 不像簡的專武和凱撒的專武 都在無可替代的地方上啊 有所提升 比方說簡專武提供的 異常積蓄效率啊 就非常誇張 這在失衡期間啊 可以輕鬆做到三個強級 那凱撒的專武 提供的衝擊力和失衡值啊 都會起到關鍵質變的輸出 那伯尼斯的專武呢 屬於穩定提升傷害 小高自己認為啊 優先級不是特別高 陰影的話呢 藍點從100點上升到140點 確實是解放了手部和腦部的程序 比較少需要上場補藍料的問題存在 但是呢 純靠手法依然能夠解決 而陰影的額外增傷啊 以及火屬性異常積蓄 提升25% 以及呢 惡影的穿透提升啊 提升有多少啊 我不是拉表達人 我是實戰手法小弟 就拿我的0加1帳號啊 對比爸爸的2加1 我的帳號怎麼打 最快速度 1分08秒 那2加1的帳號呢 最快速度是50秒 並且還多了一個大招強擊傷害 沒打出來 因為怪已經升天了 就給你參考參考了 那最後最後啊 就是抽取建議啊 首先是XP檔 這一定抽 那再來就是 目前防衛戰啊 打得很辛苦的朋友啊 也一定要抽 因為沒前期 就沒後期了 當期角色抽了啊 一定是爽玩好幾個版本 那至於未來啊 我還是覺得柏尼斯 有他保值的地方 就在於呢 他的額外能力 星火燎原 隊伍中任意角色 對敵人施加灼燒效果時 該效果的持續時間 增加3秒 這個3秒啊 就可以讓穩亂的傷害啊 成倍數增加 那再來就是柏尼斯啊 真正意義的後台角色 就是他幾乎不需要戰場 不會有跟前台主席啊 搶傷害的情況 這樣一隻角色啊 要被替代啊 我估計啊 每個兩年一載啊 是不太可能的 好 最後最後啊 這也僅僅只是小高啊 凹了好幾十個小時的深淵 再加上研究 那我的方法呢 也不一定對 那歡迎大家呢 補充留言 讓小高呢 多學習 再有機會輸出給各位 那如果有重大的更新啊 我也會及時出影片校正 也歡迎來我的直播 那就感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 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